Hello, 大家好, 今天的天气可是真的好啊, 但是我的心情可是真的不好啊, 那个厦门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很, 很繁忙的一个交通枢纽吧, 路海空都很发达, 但是竟然, 之前有介绍, 厦门有南站和北站吧, 南站也就是直达厦门岛内的火车站, 竟然到了下午一点过后, 才有第一趟火车进站, 而且应该来说, 可能持续的一周以上的时间了, 这意味着什么, 这意味着从早上大家上班出发, 一直到吃过了中午饭,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, 是没有列车输送任何一个旅客, 到达厦门市区, 可能北站情况会好一点, 但是南站这样的情况, 属实是让客源减少了, 三分之一啊, 应该是三分之一了, 大家可以想象, 从早上七点到下一点,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, 一个旅客, 都没有进到厦门市区, 那作为出租车司机的, 近况, 就可想而知啦, 说得, 四个字就可以总结啦, 惨不忍睹, 那我们现在, 会经过厦门的某一个城中村吧, 也算是今天的主题吧, 厦门基本上已经剩下不多的城中村了, 幸存的原因, 都是同样的,靠近机场, 像比如说我们马上要经过的, 这一个城中村, 叫店前, 然后周边的话还有马龙, 载上, 韦里, 林后, 大概就是这么五个城中村了, 其他远离机场的城中村, 基本上已经是拆迁殆尽了, 那也造福了很多很多的城中村民,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, 三十年河西, 只要有拆迁的城中村民, 基本上都是一夜暴富, 但是三十年前这些村民, 都是脸朝黄土, 背朝天的穷苦农民啊, 那时他们最渴望的应该就是成为城里人, 那三十年后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, 不仅仅是城里人, 已经是人上人了, 基本上只要有遇到拆迁的话, 可以说混的比较惨的三层楼房就好了, 应该都能够分到千万财产, 是千万人民币的财产, 那更不用说什么五层啊, 六层啊, 甚至我的一个同学, 他本身就是城中村民, 他的房屋是九层, 那大家可以想象三层千万, 那六层两千万, 那九层应该就是三千万打底, 实际上的数字, 实际上的数字, 我估计应该还不止九, 三千万, 所以, 真的可以说是一夜报复, 那行吧,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些, 确实心情比较低落, 安 dimension! 呀呀呀呀呀呀呀, 还没说呢呀呀呀呀呀, 还没说呢! 更 Phase Assim هي比较高音乐的转 — BR街上转型的女儿 — 红 büy儿子, 没有人哦, 恩 프로感旨。 优优独的啊, ARune n oils, 顶重量感 тебя评xide! 谢谢你来給我重新闻, 揇到这个让你眼明迺的船长服啊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